请看 我们书上的 立体5.1 立体5.1是说X1234 其实我先说一下 这两个写法是一样的 这两个我们写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写成X163 有的时候突出到一个整体加个括弧 这个都可以认为是简单随机样本 有括弧也行 没有括弧也行 它是来自总体的一个简单随机样本 总体什么分布呢 总体X是这个分布 是012分别是6分之1 2分之1 3分之1 那么我现在就知道总体是这个分布 如果总体是这个分布的话 请问样本是什么分布 注意样本和总体是同分布的 样本和总体是同分布的 那么样本也是这个分布 它起012 概率分别是6分之1 2分之1 3分之1 总体是这个分布 样本就是这个分布 总体这个分布样本就是这个分布 好 下面叫你求什么东西呢 下面叫你求 minimum小语等于1的概率是多少 较小的小语等于1 还记不记得较小的小语等于1 至少有一个小语等于1 是不是4个当中至少有一个小语等于1 是不是就可以了 比如说x1是0 或者x1是1 都满足 x2是0 x2是1 其他的是不是就不用管 其他其二是不是也行 我们是不是就考虑它的对立面 是不是较小的大比 较小的大比 就是每个都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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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小的大比就每个都大比了 然后样本有个什么性质 样本的性质是不是独立的 独立就是成吗 就是x2大比1的概率 连成 i从1到4 x2大比1的概率多少啊 它们的分布都是一样的 x2都是这个分布 x2大比1是什么 x2大比1 就是x2怎么样 等于2嘛 就是等于2 那么等于2的概率是几呢 等于2的概率是不是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就1减去三个之一 四个相成 1减去 这就是81分之80 这是第一个啊 简单是一样本 你马上要读到 独立同分部 再来看第二个 再来看第二个 统计量 统计量是干什么的 当你把这个鼻的长头量出来以后 你到底是用哪一次长头去带点啊 你到底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上我们都不是 我们是构作一个函数 三个相加除以三 用它去衡量这个鼻的长度 而不是摸一次的 首先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统计量 统计量是什么 统计量是样本的不含任何位置参数的函数 G 样本不是X1X2XM吗 样本的不含任何位置参数的函数 我们把它叫做统计量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3分之X1加X3加个3 它里面不能有位置参数 因为为什么不能有位置参数 我们是干什么 统计里面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参数估计 第二个统计推断 那么既然你要去用它去估计另外一个东西 你不能估计出来还有参数 还有未知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还有什么 不能够还有位置参数 我们经常用到的统计量有哪样一些呢 第一个 叫样本均值 样本均值我们用X1把去写 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3个相加除以3 现在是n个相加除以n n个相加除以n 这个相加除以1 这个样本均值 样本均值 样本均值 叫S平方 它是什么呢 是n减1分之1sigma i从1到nxi减去X1把的平方 这个除以n减1 是考研大纲所给的规定 规定的 规定的 规定就这么多 因为有的时候是出言的 他说对不起你来考研的话你就要用这个 这个公式请你注意 它有变形 这个变形的形式我现在在现场就给你推导一下 你把这个平方展开 把这个平方写开啊 看后面的平方写开 然后你看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X1平方-2bdxxx8加x8平方 是不是还有一个x2平方-2bdxx8加x8平方 你把这个求合的符号拿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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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减去一个2bdxx8 sigma i从1到nxxx8再加上一个i等1有x8平方 i等2有x8平方 i等2有x8平方 i等1n10也有x8平方 所以有一个x1的平方相加 这个是谁呢 看一下我们的样本均值 Sigma i从1到NXI 就是NB的X18 那就是简直一个2NB 再加上一个NB的X18的平方 再加上一个NB的X18的平方 这个N是否消掉一个 简直一个NB的X18的平方 这就是我们讲书上面写的另外一个十字 看到了吗 就这么推倒来的 然后我们下面这个柱 一定要把它记住 假如说X是总体 总体的期望如果是μ 总体的方差是Sigma方 注意不一定是正态分布 我们在统计部分 习惯上把期望叫μ 方差叫Sigma方 这个不一定是正态分布 当然也有可能正态分布 也有可能正态总体 也有可能正态总体 那么 X18的希望 是多少呢 它就是1N分之1 我这样写吧 你对这个Sigma符号有的同学 我不太理解 我们写成加号 你看到了吧 N分之1可以拿出来 是不是 期望的信息是不是 X18加X18加X18m 每一个X18的希望是几 是μ N可以相加出m 还是μ 再来看一看方差 方差 方差请你注意 方差里面的常数拿出来要平方 这个后面是不是DX1加DX1加DXN 因为独立嘛 样本是独立的 是不是 独立的代表也在独立 XY独立 DX加Y 就等于DX加DY 是不是 这每一个方差是多少 每一个方差都是Sigma平方 这就是m平方分之1 乘以m倍的Sigma方 它的方差是m分之Sigma方 注意这个m分之1 你千万不要掉了 有个m分之Sigma方 不是Sigma方 是m分之Sigma方 是不是 还有就是 S平方的数学期望 是多少 是总体方差 而且 我们要给这个推导 S平方怎么来呢 看这个 求求希望 求求他的希望 是不是 刚才我们不是退导这个设计来了吗 求他的希望 n减一分的一拿出来 是不是 他的希望跟求和交换一样 后面再解决这个n倍 解决这个东西 是不是 好 这个n减一分之1 照照 每一个xi平方的期望是多少呢 xi平方的期望 它就是方差加上期望的频发 记得吧 这公式我们一直没有用 在方差那个地方 我们说有个计算公式的变形 是不是 因为常见分布 这个它的希望方差 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不是 再减去一个n倍的 x8平方的期望 是方差加上期望的平方 是不是 它的方差 是方差加上期望的平方 这个也是方差加上期望的平方 这个也是方差加上期望的平方 所以 sigma方 是不是 它的期望是不是mu 那就mu平方 是不是 i从1到n求和 是不是n个相加 sigma方 x8的方差 是n分之sigma方 x8的期望 是mu 结果这里有个n倍的m2 这里有个n倍的m2 这里有个n倍的m2 消掉了 这里有个n倍sigma方 这里有一个1倍sigma方 就n-1倍sigma方 正好前面有个n-1分之1 就一个sigma方 你以后不需要像我这样去推导了 把它记住就行了 x8的期望跟总体的期望是一样的 x1的方差 是总体方差出于m s平方的数学期望 是谁 s平方的数学期望 就是总体的方差 知道吧 s平方的数学期望 就是总体的方差 这个是第二个 样本的方差 再来看第三个 就是样本的标准差 那么样本的标准差呢 我们用s去表示 s是谁 就是根号s方 显然s方是大部分问题 那没问题是不是 第四个 叫样本的k接原点句 我们把它叫 Ak是什么 sigma i从1到n x1的k之方做了一家 然后再出演 比如说A1 A1是什么 A1就是我们刚才讲的x1法 是不是 就n向来出演 x3的k之方 n向来出演 第五个 叫样本的k接 中心句 我们把它叫bk 是1 是n分之1 sigma i从1到n x2 减x1 8的k次方 k等于1是0 你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来k2 3就行了 那么请同学们注意一个问题 这个b2是什么 n分之1 sigma i从1到n x2 减去x1 8的平方 这跟样本方差不一样 样本方差是什么 样本方差是什么 样本方差是不是n-1分之1sigma i从1到n 那你这样想 我们把前面s平方 s平方 s平方呢 拿过来 你看一看这一坨 是不是n-1分之1 是不是n-1分之1 再出于n就行了 他们两个实际上当n很大很大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极限是1 n去无穿大这个极限是1 所以n很大很大的时候 这两个的差别并不大 这个b2和s平方差别是很小的 有的书上就把这个b2叫做样本方差 那我们大纲里面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s平方的数学期望 就是总体的方差了 再来看第六个 第六个叫顺序统计量 第六个叫顺序统计量 顺序统计量 比如说我们考虑这个身高最矮的 竞赛的第一名 哪个顺序排啊 在这个样本当中最小的 样本当中最大的 这叫顺序统计量 中央电视台喜欢 就拿这个玩意去做文章 他首先 去哪个最高分 去哪个最低分 最后选手的得分 是多少分是不是 好 我们经常用的统计量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休息吧 好 好 好